hello大家好,我是CT 运动摄影机每年推成初心 而CT身为单车运动摄影创作者 在这几年陆续败了驻十台的运动摄影机 然而近年来大多数的运动摄影机 都将重心放在如何给大家强大的话术 以及各种酷炫的AI功能 但是在这些华丽的功能背后下 对于拍摄的基本面却走在回头路 过热、当机、续航力不足、充电慢、反应慢 拆装不易的能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都是你 买回来用过了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现 所以当我看到今年度发表的大疆 DJI Osmo Action 3 一开始觉得大概又是通用老毛病吧 不过实际入手之后才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今天这集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 DJI的 Osmo Action 3 如何在单车Vlog拍摄上所带来的极致体验 首先这次开箱的是Ozmo Action 3的全能套装版 如果你是要拍摄长时间旅游的话 那么我极度推荐各位买这个版本 因为除了Ozmo Action 3本体之外 还多了两颗电池以及PD快充盒 简单开箱一下 除了机器本体外 里面有配件包 配件包里面附有的是磁吸扣锁的配件 第三代的磁吸扣锁做了非常强大的改良 能够让摄影机更加的牢固 我们这一集也会通过非常暴力的测试 来验证它的可靠性 配件的部分还提供了奈米胶固定座 能够重复粘连在平面的物体上 以及一根伸缩自如的自拍棒 机身正反面都有萤幕 而且正反面都可以触控啊 前面有两个收音麦克风 让声音能更加有临场感 而在这个Action里面的O字 还有色温感应器 对直出的影像非常有帮助 后面我们会有详细的介绍 而侧面是Type-C的接口 能够充电以及扩充设备 上面还有一个电源的按钮 另一色则是电池与机卡的插槽 上面则是拍摄按键 我们就来看看它有哪些必买的特色吧 第一点就是磁吸快扣 是的 其实在Action 2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创新的磁吸快扣设计 它能够快速的让你变换机位 进而创造出不同的拍摄视角 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生过脱落的现象 不过Action 3的磁吸快扣 又加强了强度设计 包含了橡胶底座 以及轨道钩 可以让摄影机吸上去之后 完全贴牢不晃动啊 比Action 2的磁吸更加扎实 同时在机器的底座 保留相容Action 2的磁吸快扣 所以Action 2的磁吸配件 都可以无痛的使用在Action 3上面哦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Action 3的快扣配件 是无法使用于Action 2上面的 有了磁吸快扣 另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够拆下摄影机避免被偷窃啊 在拍摄支架固定方面 你可以购买DJI的骑行支架 固定在龙头的位置 来拍摄前方的视角 另外一个最常见的位置就是在坐垫的下方 可以拍摄后面车友的表情 当然头顶模拟人体空拍机 或者是胸口模拟第一人称的视角 也是非常多人使用的机位 相信最多车友会有的疑虑就是他可靠性的问题 就如同前面说的Action 3在磁吸扣锁的部分更加的扎实 可以承受更强大的震动 这我要贪功的 哎呦贪功哦 不好意思哦 记得上次在腾之下滑段借给彰化大风神使用 他固定在座椅的下方往后方拍摄 下滑的途中遇到各种坑坑巴巴的路面 相机一样安然的模样 而在一个转弯处不小心没有注意到施工 以时速50公里以上的速度冲过碎石群啊 在这样强大的震动下 相机也没有发生脱落的现象 问如泰山实在太强大了 因此可靠性的部分 我相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这种10C快扣设计啊 接着是续航力还有回血能力 运动摄影机我认为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持久 而且能提供一整天的战斗力 这台DJI Osmo Action 3在1080P模式底下 可以提供两个半小时以上的拍摄能力 相当的惊人啊 你不用一直频繁的更换电池 精彩的画面不会常常遗失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新玉门关静音组M30分一的 罗登大蓬神所带来的画面 也是用Action 3拍摄 从头到尾只用了一颗电池 一枪两个小时到底 还玩都还有电呢 这个续航力真的非常的惊人 不过呢 真正让我惊艳的是 全能套装组的超强PD快充盒啊 这个盒子厉害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随时随地查看电量 并且提供PD快充 能快速的把电池充满 这点真的非常的赞啊 因为以前呢要充一颗运动摄影机的电池 通常要等到猴年马月 现在PD呢 15分钟就能够把一颗电池 从0%直接充到77% 哇!77%耶! 只要15分钟 以前我都需要准备5颗电池 才够一天的拍摄 用了Action 3一整天拍摄下来 两颗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够用啦 另外没想到这个盒子居然还有放电的功能 假设你拍完之后坐车回来 或搭高铁的时候 手机刚好也快没电了 那么你就可以快速的把相机的电力 回充到手机上啊 然后这个记忆卡盒的盖子呢 也可以存放两张小张的SD卡 从这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 DJI团队的用心啊 看完周边之后呢 我们回到机器的本体 身为一台摄影机 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画质啊 首先Action 3的镜头和摄影规格 其实和Action 2是差不多的 都具备了155度的超广角 强大的防手震 摄温传感器 以及1.7分之1吋 具备4K120帧拍摄能力的感光元件 首先我一定要夸奖一下 这个摄温感应器啊 我们都知道如果白平衡跑掉 在后置上是相当的难修正的 加上相机通常会自动套用一些 色彩演算或者是滤镜 导致你后面会非常的难调整回来 可以看到没有经过摄温校正的 运动摄影机 在经过树林或阴天的场景时 那个颜色简直是说不上的怪啊 都已经有点糟糕了 所以每次要后置的时候就非常的头痛啊 因此最好一开始的色彩就要非常的准确 在后期微调的时候才不用花这么多的力气 可以看一下Action 3在各种场景 不管是阴天或树林里颜色和肉眼看到的都非常的接近 透过另外一台的摄影机直接翻拍萤幕和实景 就可以看到 拍摄的色彩和实景都是保持一致的 非常的强大 在画质的部分 Action 3提供最高4K 120fps的慢动作率 而且码率是超过100Mbps 所以画质相当的清晰 加上大感光元件的加持 拍摄画面不管是水泥路面的颗粒或者是树叶的细节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不会糊成一团啊 接着155度的广角能力能够让运动摄影 在移动的过程中更加的有张力 同时我们通过裁切来模拟一下窄视角的感受 可以看到相同的画面下如果视角越广的话 速度感会越加的强烈 而在防手震的部分 Action 3提供Rocket Steady 3.0超强真稳技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经过完全不平的碎实录上面 画面依然保持平稳的素质畅啊 另外Action 3也有提供地平线效震的功能 这也是最近新型摄影机所必备的 而Action 3在4K模式下可以左右45度去做旋转 画面都会保持在水平 这个功能对于单车手持拍摄来说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你不用在骑的时候一直去看萤幕画面 有没有拍得正 随时随地就可以拍得出平稳距水平的画面 同时水平稳定的特性也可以偶尔模拟一下空拍机的效果啊 这手持的拍摄效果是不是很像拿着三轴稳定器呢 最后在截稿的前一刻呢 Action 3忽然放出了新的韧体 加入了大量对画质加强的专业功能 像是HDR影片拍摄功能 还能够保留更多的明暗细节 以及10比特色声能让后置的时候保留更多调整的空间 真的是相当有诚意啊 再来是收音表现的部分 Action 3维持和第二代一样优质的收音品质 除了人身表现非常的透亮的体外 最让人惊讶的是在高速骑车过程中 即便在撞风的状态下现场的对话轮阻的声音 交喘声都能清楚的收入 但是恼人的风切声却大部分都会被滤除 相当的厉害啊 我们来听听看各种状况下的收音品质吧 基本上是走左边的车道 在日本一般来说是走左边的车道 但是街中也能走右边的车道 然后呢在日本这边城市当中 右边的道也是可以骑的 对 对 分开了 不好意思 那些人在福岡県庁上 在浪河桑银行隔离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现在连接了 现在已经连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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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路上看沒有特別想要吃 但是他剛剛切給我吃 我覺得好好吃喔 那個草莓一隻狗完全不會酸耶 這第一次吃到完全隨便摘完全都不會酸的草莓 天啊 我就快變美食節目了 騎什麼單車呢 上廁所了 應該說騎車的第四天終於結束了 那我們四天的歡樂騎車行程就到這裡了 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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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了 好,好,好! 一停加油,一停加油! 別擋,別擋,別擋! 加油! 是不是这个收音令人非常的惊艳的呢 有如清零现场一样啊 而且其实下滑的过程中 一般都会伴随非常强大的风切声 而OSOM ASION 3能够把风切降到最小 取而代之的是路面跳动的声音 还有车子传动的声音 以及人物讲话的声音都能够忠实的被记录下来 非常的强大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喜欢OSOM ASION 3的收音部分 再来聊聊几点DJI在运动摄影机上面的小巧思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电池开盖的方式 DJIOSOM ASION 3和GoPro的电池盖子方向是相反的 GoPro 10是底部开启 而OSOM ASION 3则是上方开启 你会问说有差吗 有其实差的非常多 以GoPro 10来说 如果你螺丝是拧在跟电池盖同一个方向时 就没有办法轻松的打开来更换啊 你必须把螺丝整个拧下来 才有办法更换啊 如果是ASION 3的上盖开法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固定在坐垫下方 OSOM ASION 3的开启逻辑也是比较好更换电池的 再来是它的前后萤幕都具有可触控性 这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像是自拍的时候想要立即看到效果的话 就不需要转来转去 非常的方便啊 然后有一点我一定要讲的就是 它的快速一键拍摄的功能 超级猛啊 就是你只需要按下录影键 一秒后就可以开始录影了 简直是完全叼大我那一台GoPro 10啊 最后有一点非常实用 就是它支援随插机用的Webcam功能 能够让没有视讯的桌机 直接多了一台Full HD画质的视讯摄影机啊 而且呢它可以透过修改参数来控制视角 整个是想的非常的周全啊 哦对了补充一下 我在这台测试的过程中 完全没有遇到当机 过热死机等等的问题 稳定性简直是非常的强大 这个真的会大大提升 影片拍摄的体验以及信赖度啊 OK讲了这么多优点 还是要讲一下它的缺点 在夜间摄影的部分 有提供夜间真稳的功能 但是在光线严重不足的状况下 还是拍起来会显得偏暗 而如果你关闭夜间降噪的功能的话 那么画面就会晃动的比较明显哦 但还是希望后面能通过任体来做一些改善 结果这个问题居然在刚刚那个任体里面 做了蛮大幅度的改善 现在我不用启用夜间真稳 就可以获得明亮而且稳定的画面 不过碍于下雨的关系 我只能在阳台这边先试给大家看 但是就我肉眼看到的亮度 其实跟我拍摄是一样的 而且我还故意晃动的摄影机 摄影机也有做适当的修正 虽然说还有痕迹 但是已经比上一版任体 夸张的噪点还有疯狂的抖动好很多了 DJI真的是太给力啦 OK总结一下这台DJI Osmo Action 3 它的单机售价只要1万出 全能套装组的售价也没有超过人家的单机 所以以运动摄影机的角度来说 我是极度推荐这台 因为它解决了运动摄影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痛点 包括续航力 有两个半小时以上的连续录影 能够让你撑完一场小型的比赛 还有强大的PD快充 能够让旅途中快速的补充电力 以及色温传感器 能够获得精准的白平衡 拍摄到最真实的色彩 不用花费太多力气在后置调整上 以及立体声麦克风 能够忠实收录现场的声音 同时滤掉不必要的风切声 更强大的磁吸快扣 能够轻松的改变视角 同时提供更高的可靠性 除了夜间拍摄仍有改善空间外 作为一台实用而且CP值很高的运动摄影机 Osmo Action 3 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它是会比我目前的GoPro 更愿意带出去的运动摄影机 好啦那这期的开箱就到这边咯 喜欢记得订阅关注本频道咯 我们下回见拜拜 indirectly吧 搞定箇所在想打就要 至少的地盂